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品格决定你能走多远 有一部短片名称为家庭教育 有时候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 故事的主角名字叫做诺曼金恩 他是第一位考上 菲律宾著名大学的 菲律宾原住民阿埃塔人 由于阿埃塔人有着很幽黑的皮肤 诺曼金恩从小便问妈妈说 为什么我们皮肤的颜色像泥巴一样 别人都说我们很脏 那时金恩的妈妈便对他说 心里不干净的人才是真正的脏 求学的过程 同学又嘲笑金恩说他穷啊 总是穿着缝缝补补的旧衣服 金恩呢 很难过地跑回家对妈妈说 妈妈可不可以给我买新衣服 同学都穿新衣服 金恩的妈妈又问他说 谁比较值得尊敬 是轻松过日子的人呢 还是经历过苦难的人呢 金恩听完后便默默不语地流下了眼泪 上了中学以后 也有人嘲笑金恩的穿着和发型啊 于是金恩戴了假把 穿上流行的衣服 回家后啊 妈妈却问他为什么穿成这样 金恩回答说 现在他的同学会注意他了 金恩的妈妈又对他说 你真的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吗 然后握着他的手说 只有接受自己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影片的最后 是金恩穿着阿埃塔人的传统服饰 露出一身幽黑的皮肤 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讲台 在接过毕业证书的那一刻 金恩骄傲地对着台下几万人 异样的眼光说 我的妈妈教会我 只有接受自己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我是诺曼金恩 我以我是阿埃塔人为荣 这是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影片的结尾则出现了四个字 家庭教育 亲爱的朋友 家庭教育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 故事中金恩的妈妈 不停地教导金恩 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 美好的生命品格 而这样的家庭教育 不但帮助金恩建立了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也使得他将来能走得更长更远 在圣经中也有一位父亲 在家庭教育上不断传承给孩子美好的榜样 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 中观亚伯拉罕的一生 他凡事都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不但如此 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足谈求告上帝 而他的儿子以撒 因为看见父亲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 是如何求告他的上帝的时候 他便学会了 他也在他自己每一次他人生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 他和父亲一样足谈求告上帝 也因此以撒的一生蒙受上帝的祝福和引导 亲爱的朋友 教养孩子走当行的道 有上帝的祝福和引导 才能使孩子一生真正的蒙福 今天是妇佑节 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 都能得着教养的智慧 领受上帝的赐福 将正确的价值观 美好的生命品格 传承给下一代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